好我们收到最新消息 新北土城发生惊险事故 一辆义影车在路口回转的时候 因为车身装载的钢筋超出车身 而突出的钢筋就这么插入一旁停等红灯的轿车 到底有没有人受伤 马上请子凤告诉我们 我们来追搜这期惊险事故 就在新北市土城京城路一段间路口 日前的一早击点多 义影车就在回转的时候 由于后方装载的钢琴过长 这个时候后方突出的钢琴 扶起一旁停等红灯的轿车 直接就插进车身内 离开阻止没有人受伤 而并据想问这辆义影车 来自宜兰的货运公司 当时要在钢琴前往新北中河的工 进行并促成的途中发生的惊险事故 而当时停红灯的轿车被钢琴插入时 甚至还准辆车一度被往前拉 而义影车驾驶则是公车 当时承索车有机车 他为了要承索财 外车回转的幅度搭大 一时没有注意到后方状况 警方表示 义影车装载货物超过规定的长度 可以把3000元到18000元 将继的事故状况 只能在后续追查理清 这是我们脚落的最近消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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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